差不多的一个对手 好吧 匹配不到啊现在 全服现在能跟 来了 大家是不是熟人了 熟人可以犯一把 凌波城 凌波城也比较难打 这个分段能碰见凌波城 应该也是个高手 这个分段能碰见凌波城 应该是个高手啊 对面连宝宝连配速都不错 看到没有 我们直接走催眠打节奏 对面居然连后面的 电魂伞的宝宝都不错 催眠打节奏 前面宝宝神啊 还是出了一个配速 继续去 不出宝宝 晕一下他这个配速 不然配速拍自己 他这一回要出宝宝 应该 讲道理应该要出宝宝 没有风中 感觉这一把局势不太稳 兄弟们出宝宝了 出配速了 现在 他产上面有两个配速 好吧 现在对面产上面有两个配速 对面这宝宝山还好高 下一回我们直接出顺法 因为现在宝宝 不占优势 我们出一个顺法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前面这个宝宝给砸掉 好吧 我们后面这个宝宝按按一手防御 砸四线五可以 舒服 看一下这宝宝按防御按的对不对 开 防御也不行 闪现能不能出一个 OK 有闪现可以 给宝宝给宝宝加分关 给宝宝加分关 亲一下他后面这个 亲一下他后面这个 这一手贴很精神很精彩 我这是这个是敏虚米啊 他下回要出宝宝 贴一下就等于说还能再出手一次你不贴出不了手你知道 他这一回要出宝宝我们也出一个宝宝好吧 我们直接出一个立屁壁垒 亲他后面这个宝宝 还是拍他 拍他哪个呢 拍他后面这个还是拍哪个 拍他后面这个 直接顶个大药 这个时候我们要出一些能够扛得住的宝 他这一回要出宝宝 下一回我们再吹他 对吧 这一把壁垒DPK出得好 下一回要可以批虚米 OK 哎哟宝宝神了 真的 就现在打PK啊 对面神的太多了 这一回要动不了 我们睡一下他 打一个杰则 宝宝给自己顶个药 出根烟 稳稳杰则 全面一定得中 有拍自己聪明 直接三年亲我宝宝对面 下一回对面又要出宝宝 神一个可以 我们下一个这个宝宝有电魂伞的 好吧 我们这个宝宝是有电魂伞 我们直接吹他 听到后面这个宝宝就行 对吧 有单法 我们这个宝宝有一个单法 我们吹他 先把他睡进去再做 没晕住吗 下次打一个法充年纪 没晕住 真的 亲我立P了 4000多 上下高 我走 我这小宝宝 开玩笑 我来一手分块 下次要打法充年纪了 老运不中啊 直接给宝宝加笛子 逼脸立P 应该是劈我后面这个宝宝 直接劈人 想的有点多 小老迪 想的有点多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稳 还是比较稳 继续吹他 不让他动 这个时候 清一下他这个宝 给这个宝晕住 哎呦 一把晕都 不出啊 这宝宝 直接拉几 一把晕都不出啊 这宝宝真 废物 下回对面动不了 下回对面动不了 直接顺势二维 他宝宝会破催眠的 直接一把顺势二维 新宝宝 继续新宝宝 先把宝宝都 都解决 再说 是不是稍微动不了 我们顶一个直信 拍自己 下机也砸了 下机也砸了 嗯 这个宝宝 晕下他小孩 不让他小孩开始 紧 可以 腰本了 终于运动了 终于运动了 真的 这个宝宝宝 就像一个金刚 这个宝宝 小孩 你不让他小孩 在这个宝宝 封中 封中他没了 对吧 没封中 封中他直接game over了 3900 封吹棉 下面这个把我清掉 这得晕 晕住啊 我的哥 晕住就有了 没晕住 他肯定会破吹棉的 没有破 出包包 再出了 一个顺法 可以 别批了人了大哥 批批批批批 批旁边批旁边 可以 有机会了 稳了稳了稳了 出0了 顶个血稳一点 对吧 这个时候得打稳稳的局 他虚名应该没有我 力批速度快 下一个我给尼论加个笛子 比赛结束 看下三阁高不高 在这个时候 要出现吗 一千六百四八分 这是第一个人